《海上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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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台灣真正出遠洋去拍 這樣子一個主題其實很少見 從來沒有這麼長時間拍海上的故事 所以有些技術上要克服 比如說機器的防水 人員的尋找 因為我們需要找一個不會暈船的攝影師 不會暈船的攝影師 然後他們同時又要會潛水 又不怕坐飛機 又不怕坐直升機 又不怕高人 導演有時候要兼攝影 攝影師有時候要兼潛水員 收音的攝影助理 他有時候也要幫忙拍一下 人力上是以最精簡的方式 是因為我們不好意思對船 魚船上的作業造成太大的影響 前三天我就是當機 因為我暈船 完全沒有記憶 就是起來尿尿 然後吃飯 然後睡覺 然後連續過了三天 突然好了 不暈了耶 很幸運很幸運的遇到現在這個魚老長 他非常的上向 一個噁心交 我們還沒問他就說 你應該跟我們出去啊 我聽到哇太棒了就是他 魚老長呢這個人他就是 喜歡唱歌他說他雙魚座的 藝術細胞很好 他開始就幫我們用牽字筆在手上畫刺青 畫那個蜈蚣啦 畫在攝影助理的手上 不能去嗎 你怎麼嚇到後面去我 我嚇到你 我嚇到你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刻意就是 離他遠一點 因為要拍他真實的狀態 因為他說他在床上睡不著 他說那個壓力大到就是 你在躺平的時候你會 頭腦一直想 白天的時候他坐在駕駛艙那邊 打盾 反而那個時候他是睡得很安穩 其實最可怕的一次是 攝影師轉頭過來跟我說 快點攝影 又是鯊魚快點快點 那是我這輩子游泳最快的一段時間 那種提心釣感的過程 對於所有人來講都是一種煎熬 攝影師要潛水 他也是很衝啦 他就是為了騙子好 我會很有那一種參與的熱情 第一次下去的時候 因為海裡的浮力比較大 所以他潛不了多深 所以他後來開始加千塊 他真的不要命 他就開始加千塊 因為他想要拍到更好的畫面 我的呼吸管就是卡住了 整個打結了 沒有氣啊 你會慌你就往上衝 那個沒有減壓的往上浮 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那一次我是真的自己真的嚇到 因為再多一點點時間 可能就回不來了 這個東西是我們三個 有一點點貓的生命危險 拍回來的一支影片 在這段影片 在這段影片 三六個月從六個島下 在波尼海海 這次的航海可以拆到最遠的海岸的西方向 5,000km從家 每30天的目標是回到航空 和九百公尺的架子和藥辰 他們會花多時間在保持航空的航空 每天都帶來了一個新戰鬥 這次的航空的航空